車床 磨床 折床 險床 還有一種叫做拉床 歡迎收看超級少年 這世界上有一種床叫做拉床 拉床是拿來做什麼的呢 它跟CNC 它跟險床 它跟各種床其實都少不太一樣的 拉床或許你念到機械博士的時候 在課本它也會出現到五行字 一年整個地球上面拉床的市場 大概就是一萬台 而大部分以前就是有 美國、日本、這些槍國人在做的 而今天來到這間公司 它是一個台灣的隱形冠軍 也就是說他們花了三、四十年必須的精力 把拉床的這件事做到好玩棒 而拉床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就像是手工具、交通用具 或者是槍戒 或者是像開頭鏡頭前面 裡面這個螺旋的螺紋狀 可能也喜歡螺紋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快速的告訴大家 拉床到底是否要來幹什麼 像這個東西 它就是我們拉床的作品 雖然是把它拉長而已 說這樣子原本短短的 對 就一塊鐵然後把它拉長 然後把它拉這樣往上拉 對對對對對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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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練習 不練習 跟過幾年了 活動版首 它裡面最重要的零件 也是用拉床做的 要不要猜猜看啦 先給個提示吧 拉床吧 總是跟拉有關係 總是跟拉有關係 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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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你想要講哪裡 來給大家一點提示 好 像這個活動版首勒 它裡面細分出來的零件 大概就長這樣子 活動版首的下面有一個尺對不對 它在旋轉的時候是靠著這個尺 然後讓它轉動的 然後要讓它轉動的 而下面的這個尺呢 它就是我們拉床拉出來的 還有一般我們在用的鉗子 鉗子上面有個頭 我們鉗子平常不是這樣子壓嗎 它上面的這個有尺狀增加摩擦力 然後能夠把東西夾得穩固 它也是用拉床拉出來的 不然你們可以想一下像這種尺它要怎麼做 鹹床 鹹床是吧 用鹹出來的 那你就要鹹很多次 用戳刀一刀一刀戳出來的 用戳刀一刀戳出來的 你一直要賣人家多少錢 你一天可以戳幾次 來個聰明的小孩子 鑄燥 鑄燥 聰明 去年有拍過鑄燥對不對 但鑄燥它的邊邊 它起來的都不會這麼完整 所以它通常都要經過加工 就是先加拔嘛 再減拔 我們都在工業裡面有教過 所以這集非常的特別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看 一個你很少見過的床 拉床 它的製作方法跟製造方式 好好學機械 長大中大學 可以起來 而在這拉床的製程當中呢 它能夠做出非常多種奇奇怪怪的工件 比如說像這種汽車的傳動啊 大硬家在用的零件啊 你腳踏車在踩踏的東西呢 看你是要方形的 還是你是要齒形的 所以說以前我們在洗床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用CNC車窖的時候 它可能要花到好幾分鐘的時間 但是在用拉床的動作 它可能只需要3秒到60秒 就像這種大型的300mm 你都可以用拉床的方式快速成型 還有一種工件 也特別需要用拉床來製作 也就是長軸式的 在內部的深度 它是這麼長 在這裡面的構造呢 全部都是齒狀的時候 因為軸距長 所以難加工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用拉床去成型它 那怎麼樣去用一個物件 去了解拉床呢 用這個 這個呢 就是我們在拉床 拉到一半的時候 給它按下暫停鍵 然後所內部呈現的樣子 它就是用一段一段的過程當中呢 把你的金屬鍵 慢慢的把它拉削下來 你會被人扣洗過嗎 還是被人扣洗的 代表是怎麼感覺 說到這麼多 我們來看點有趣的東西吧 像各位聰明的小男生 應該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吧 這個就是在機槍裡面的玩具 還有像這個零件 是外銷的 大家應該也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吧 就是你能夠把一些 解決事情的東西 往上面裝的玩具 這些東西都可以用拉床去製造出來 很簡單 而在這個拉的過程當中呢 大家知道齒槽呢 跟酸槽它的形狀是不太一樣的 齒槽呢 就是這樣子尖尖尖尖尖 很像是一個小閃花一樣 那酸槽呢 它旁邊就是這樣方形方形方形 它的大概那個樣子 所以剛才不是方形嗎 剛剛是方形嗎 講錯了嘛 各位講錯嗎 可以可以可以 講這麼多話 拍這麼多片 講錯了兩個字會怎麼樣嗎 我也很常打錯字啦 那我們在這裡跟陳同大家道歉 我們在這裡陳同大家道歉 我們在這裡陳同大家道歉 我們常常打錯字了 我們常常講錯話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就比較明顯 這個就是酸槽 好 齒槽呢 我們來找個齒槽給大家看 齒槽 裡面有漸漸的感覺有沒有 它把槽放低一點 就是低槽 把它拿高一點呢 這個真的打不出來 之後它其實拉床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做花形 花形呢 你又能夠把它稱作為不規則形 也就是旁邊這種不規則的形狀 它能夠用你的專用的小棒棒 把它插進去 能夠完全密合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需要一些花形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拉床就是行 拉床就是快 拉床就是很少人知道 就是貴就是被排擠 所以總歸一句 好好學機械 找他賺大錢 那就這樣了 來補 自古以來 折床就會有折刀 我們上次拍CNC的時候 上面切削也需要刀 拉床自然也就需要拉刀 拉刀長怎麼樣呢 拉刀長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過廟宇在出巡的時候 拉刀我們又被稱作為 某區處 也就是拉的工具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從下面 它的尺是最少的 然後從最細 越來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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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你的弓箭 在它中心的時候 它往下拉 刮一下 刮兩下 刮三下 刮四下 刮五下 刮六下 刮七下 刮八下 刮九下 刮到最後一接通過之後 你的弓箭就被尻射完了 所以它的刀 有分成非常多種 有方形的 很像那個塔有沒有 方形階梯狀的 像這個也是一個拉刀 扁的 大隻的 羅紋 一翹的感覺 這中的很有感覺 總而言之 就是你的內心 你的心中想要呈現什麼樣的形狀 那你就選什麼樣的形狀來拉刀 它就能夠幫助你的弓箭 還要完成什麼樣特殊的形狀跟造型 所以拉床它其實是一個共能抖青 而且它需要很多機械專業整合能力的工作 這也是他們陳佑他們非常厲害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馬上來拉給大家看 沒有 就是這麼快速這麼簡單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好像有變跟沒變一樣 但是你要看它的裡面的內部構造 裡面這些尺狀的痕跡 它全部都是靠拉床拉出來的 那原本它裡面大概是長這樣子 也就是原本我們的弓箭 鐵環鐵管 那它來的時候它裡面的壁它是乾淨的 經過這個拉刀 把它拉起來 把你要加工的弓箭放上去 之後按下按鈕 這幾秒鐘的時間 它就能夠拉出它的尺寸 就這麼簡單 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學會 大概你只要輪功訓練兩分鐘 它就可以直接上手幫你量長了 那當然剛剛那個畫面 是為了要拍攝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它的原理構造 所以我們用的是塑鋼 那如果我們要用金屬呢 這個時候我們叫朋友啦 有沒有就是這麼簡單 非常的快速 它這個尺寸就能夠做出來了 而這種像這樣子的拉床呢 它就是屬於土地公式 也就是傳統式的 傳統式的拉床呢 你可以有兩個做法 一個呢就是把它架高 也就是現在 我們現在正站在比一般人 大概半身腰的高度 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挖地 然後就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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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地呢 像是買你的家 祖先的大體一樣 就是把它往地挖 然後把整個機台呢 把它往下放 放到跟人操作的水平面 那上面這些做法呢 它都是屬於內池式的做法 那內池看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外池式 我們在內池了解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外池拉床 而這台呢 就是雙刀座的油壓外池拉床 為什麼叫雙刀座呢 也就是 你同時想要一次加工兩個弓箭 台灣人嘛 做一個不夠快 你想要一次做兩個 大概長這樣 而這個弓箭呢 其實是一個很多人都用過 但是 大家覺得很少知道的部件 我們來加用給大家看 外池拉床 還是在拉這弓箭的外部的表面 然後呢 你可以看它在動作的時候 一樣是用 像內池拉床一樣 它外面靠著你 後面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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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節一節往上拉之後呢 它在上升的時候呢 它就利用這個刷具 然後把它的拉刀 再重新清乾淨一次 你看 這樣子就加工完成了 而這個東西是來幹嘛用的呢 這是我們的大炮釘槍 這個加工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打釘槍的時候的沖槽 有加工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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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被削掉一塊肉 就大概這樣啦 我們剛剛看完傳統式的拉刀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伺服拉刀的年代 什麼叫伺服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傳統式的油壓嘛 所以我們在傳統式的油壓拉床裡面呢 你的後面就會有四大筒的油 要來提供它的所有的壓力跟運作 還有另外一個傳統式的問題呢 就是我們剛剛要操作的時候 你要爬到一個高處嘛 然後為什麼要爬到高處呢 因為你的刀要從上面 你這樣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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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路咚下來 那咚下來它的這個走場 它是需要有空間讓運作 所以你只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就是爬到高處去操作 第二個就是把你家的地板挖一個洞 然後把你的機器呢 放到自己下面 那你就可以站在一個平面的地方去操作 不過輕型式的伺服拉床就不一樣了 它除了在動力方面的不同之外呢 它有時候也可以扮演節能啊 然後省電的角色 而這好成後這台呢 就是伺服的上升拉床 它跟傳統式的最大差異呢 就是它是讓整個台座去往上升 也就是讓你的弓箭去靠在你的刀具上 然後往上洞洞洞洞洞洞洞 一直不斷擴孔 擴孔你懂吧 從小洞扣到大洞 所以呢你一般的操作人員 它只要跟一般人走在平面上 它就能夠去替換你的弓箭就可以操作了 總之在工業裡面 選擇比努力重要 你只要選對方法 選對量產的方式 選到好客戶 那你就可以有像印鈔票一樣的效果 印鈔票 對 就像印鈔票一樣 但是你要東西賣得出去 它才叫印鈔票 你如果賣戶出去 就是增加庫存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大量生產 但是呢你又想要增加速度 所以這個時候拉床 或許是未來你公司的一個很好的選項 而且現在的拉床 一站式的界面 圖像式的直觀界面 這個已經比剛剛傳統的拉床 再更簡單更簡單 更簡單 所以呢人類的懶散 它是不會就此結束的 我們除了懶惰之外 我們還有更懶惰 所以我們現在連上下料 都要叫人家做 十年前呢 陳佑他們是第一個做出CNC螺旋拉床的公司 也就是在世界地球上呢 十家當中的唯一一家 也是台灣的風力一家 所以像汽車裡面的變速箱 或者是像很多機械裡面的解觸器呢 它都會有一個叫行星齒輪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用CNC搭配螺旋拉床製造出來的 像我的賓士車裡面也有 螺旋拉床呢 它就只是插在用四伏馬達 再加上一個轉盤 就能夠成功做出台灣唯一一家的 CNC螺旋拉床 所以以前四分鐘才能做得出來 你現在只需要用一分鐘 就能夠做出非常精準非常快速 而且又非常穩固的水 這些東西都是拉床的功勞 所以好好選擇機械擋到斷沙田 想當男兒 CNC可以自動化 車床可以自動化 當然拉床它也是可以自動化的 好 就在我們這個一邊 這種機械手臂工作的過程當中呢 就一邊要跟大家說拜拜啦 在這個新的一年 新的開始 希望大家都能夠有新的起發 還有一些新的更想做的事情 新的車子 新的老婆 新的生活 新的影片可以看 那這裡的超市正少年啦 我們今天繼續陪伴大家 拜託 新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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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看不出來是什麼 你們不懂 一般的一般的一般 這就是那個 就是有沒有 它就是會這樣子 會彈出 殼啊 打蛋豬啊 哪個蛋豬喔 蛋殼啦 火鍋店那個打蛋有沒有 它那個蛋白跟蛋黃要分開嘛 蛋殼就會從這邊一直噴噴噴噴出來